睡眼惺忪的一群人 起这么早是为了 我快饿醒了 肚子的怨气没人能抵挡住 要吃什么 啥都想吃 而这一位 走了 要吃饭去 哎呀赶紧吃吧你 饿死了 又躺下了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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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吃 太阳突弄大了快点吃 雨是隔绝般的茶香山坡上 有着雨后的清新闲适 在这样的小小庭院之中 享受美味的同时 感受到的是自在如风的气息 而最终唤醒吃货的 当然只能是食物了 就是为了赶紧早上走之前 吃一个早饭实在是太饿 早晨空气可好 这是早饭 哇 这不是简单的早餐那么丰盛吗 有了丰盛的早餐还不够 我想吃蛮有滋味的 所以还是烈血球的 吃货们的欲望是最难满足的 这儿东西多的 到底想吃什么呢 我想吃太多了 还想雨露今天 但我不喜欢那种寡蛋 我喜欢那种丰富的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扎女 是不是扎女不知道 但肯定是一个多情的吃货了 来的时候就吃的那个 还记得吗 全国各地文明的品牌美食连锁店 早就被这群人给盯上了 我们今天要到这儿吃正宗的且丰富的 要是多的 估计你们都没在这个地方吃过那个东西 今天高铁姐妹花将一路追根溯源 前往满足各种口味的目的地 一会下了车就要吃那个非常著名的那个 对 而且能吃各种各样 你能吃好多 你终于不用选择了年轻人 我可以什么都要 对 说不吃三种五种的都一百来 那都一百来 什么都想要的欲望 是年轻人们摆脱不掉的 然后把心里的菜点好 然后大概一个小时就到 很快 行 那我们睡觉吧 在美食之梦中 顺着五夷山脉 抵达沙县小吃的发源地三明市 我的妈呀 在我来三明之前 我并不知道沙县在三明 三明市的高铁站与机场都坐落于沙县 整座城市到处可见与小吃有关的标语 这个可是到了小吃宇宙中心的发源地 全区二十几万人口 因为小吃的发展 而过上了越发安逸的生活 我想知道你们是沙县小吃会像我们在外地 是一个集合版的 还是说不同的店都会吃他们自己特殊的 差不多会这样的吃 对他可能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吃馄饨 然后呢就在这吃馄饨 一会儿想吃什么拌面 专门的拌面店 会专门去有特色的那家店 对 不仅有聚集所有美食的餐厅 更有主打自家特色小吃的各式小店铺 对像那个沙县小吃 最开始就是三种嘛 拌面 拌面 扁肉 还有茶叶蛋 扁肉应该是沙县小吃里最传统和最原始的一个 要门扁肉也是那个时候传承的 是 其实大家来的话可能第一认知就是找一个什么都有的一个比较出名的那个店 如果你有时间你也可以就是像这边的人一样吃某一家扁肉店 某一家的那个拌面店 每一家都有一个自己的绝果 比如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妙门扁肉就是 小吃的一天就从扁肉开始 先来两碗啊 哎 每一家肉都有一个记忆传承 虽是小吃 但制作扁肉的记忆却非常讲究 这个汤是什么汤啊 汤汤 骨头汤 这个牌跟我们在北京的扁肉不是一样 厚的 而且是圆的像个肉球 它的肉看着很细啊 极致细腻弹嫩的肉泥是经过上千次的锤打而成 皮那么薄 一斤面粉可以做400张面皮 可见面皮令人惊讶的薄韧程度 哎 好快啊 来来来来 在我们吃的那个沙县小吃里边见过 但是他们家的扁肉据说很讲究 你看它是一个这样的肉球 因为它这边是用的那个黑猪肉的那个猪腿肉 精瘦肉 然后之后刚才我们也问了一下它要跟牛肉丸一样大得细细的 你这是像那个里边的球跟牛肉丸的口感一样 看着是猪肉丸 特别像啥口感 咱们吃那个潮山牛筋丸 对 每一颗扁肉里仿佛包裹着一整颗弹嫩的肉丸 黑猪肉千锤百炼后 肉质却又不失细化 口感是很细的 但是它又很有嚼劲 因为就像牛肉丸一样很紧实 很Q弹 这锤上千下 它还要剃筋膜 不同于一般的扁肉或馄饨肉泥的松软口感 这一家的肉馅儿空隙紧密 韧劲十足 这个底汤其实是猪骨汤 但是呢 其实没有多余的新销料的味儿 比较传统和单一 但是好就好在 它这个扁肉的肉质 咬起来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我刚才也问了一下 其实扁肉呢 传统一点是小的 他们家这家虽然是老店 但他们也是改良的做成了大扁肉 改良的大扁肉 追求扎实而满足的味觉体验 就是你每嚼一口 我这是照啥叫弹牙 就像咬一个那种弹力球 那种感觉 一个接一个 好好吃啊 很紧 一口接一口 如上瘾一般 停不下来 我看了还有半扁肉炸扁肉 我也好想吃 你什么都想吃 什么都想要 那姐我们再加一个炸的和拌的 好 什么都想要尝尝 什么都想试试 一路尽尽 每样都要尝 这个就是带着它的那个酱 对 上来的时候是打的那个花生酱 淋在上面 然后你要跟那个葱什么的拌一下 对 更具香气的花生酱 和各种调料搅拌在一起 都放在一起 还有一点点盐和味精 啊 好吃吗这个 啊 花生酱很香 这道拌饼肉吃的则是浓郁的滋味 啊 我觉得这个好吃 真的比这个好吃 因为那个花生酱太香了 配了那个蒜之后 浓郁 然后那个缓解那个花生酱的腻 好好吃 看来又有新欢了 这是哪个 炸饼 这是炸饼肉 上的时候还会配一碟糖素 如果你要是觉得炸的有肉 你可以蘸去 我先出口尝一下 啊 好脆啊 炸的焦脆的扁肉 吃的则是面皮的口感 酥香酥香的 于油香之上 蘸过清爽的糖醋汁 就是变成了那种酸泉口的 各式各样的扁肉 不一会儿就全扫荡干净了 这个好吃 真是好吃 看来干拌的碎德虫 因为它多是我们的口感 又有肉 然后又有浓郁的花生酱 我们看成这个 刚才我们就看人家 一般都是点一碗点肉 然后点一碗面 然后就拌着吃 就是因为这个花生酱太好吃了 我们要直接去吃个拌面 估计那个拌面的味不差 这群人说是吃那是快 那我们要去的那高沙拌面 那个怎么样 这不立马上路了 在路上就开始想着味道了 只顾着立马进店 立马点菜 小碗花生酱的 还有一个小碗葱油的 小碗蒜香 对 对 刚才是扁食大聚会 现在我们改成拌面大聚会了 然后这家拌面也是有三种味 在别的地方大家都不会这么点 对 我们是为了把这个拌面体验的淋漓尽致 所以点了三碗尝尝 因为什么都想吃 这花生酱应该流到最后 你别沾它 别沾它 以后你就把它那边带过去了 看来在美食面前 姐妹也是塑料情 先尝尝这传统的 算香的吧 来点 我跟你说这个面啊 你上了以后就得拌上 你不拌就变成了一个面饼 一筷子团团入口 好吃 它那个面也好吃 它那个面有点软 但是它有点嚼劲 刚才我问了大姐 他们用的是那个竹生面 都是自己家做的 巨筋道 对 它是比较厚的那种面条 很香 很香 竹生面源于广州 用竹竿压打而成 于开水大滚的时候 迅速锁住了面体筋道 而富有弹性的口感 在清爽的料汁中 不断地拉扯与搅拌 每一丝表皮都滑上了鲜咸的蒜香味 我刚才问大姐说 大姐那个拌面里边 拿两个最重要 她说面好香 没有任何配菜 看似寡淡的面条 好吃 因为它那个蒜跟那油很香 好吃 好像蒜香小龙虾里的拌面 意外地契合了小韩喜欢的小龙虾口味 而且它每一顿宝不大 一份就是这么一小盒 其实你很容易就吃完了 这真的是个小吃 而且一定要快吃 一小碗面条 拌着拌着就滑进了胃里 它这个面条你看它是白沙的 就点了点葱花 但是其实它特别有味 包括刚才那个蒜香的 其实你不要嘴里边那个味道很浓郁 而且有面香 这个闻起来味儿没有刚才那个蒜香的那么浓郁 那尝一尝吧 是 这个就是没有蒜香的那个面 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葱油味儿 然后有一点点咸 这个香味还是比较淡一些 对 香味没有那么复合 这道滋味平淡的葱油拌面 不推荐 花生酱在我心里的好感都加一百 就一下都到这儿了 我觉得什么东西注入了花生酱以后 拌一下再拌一下 都不一样了呢那个味儿 而且你看它这儿的花生酱给你加的就是说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多 它就对你加少量 但是呢就足够的香 很香 满怀着期待终于要品尝了 这个也好吃 不负期望 你看那个面香加那个花生酱的香 真的太浓郁了 一大碗油香的花生酱配上爽滑的面条 几斤搅拌 每一丝面皮都挂上了浓郁的花生香气 我原来特别不爱吃花生酱 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得放麻酱那种 但是完全不是一种感觉 它是那种奶奶的 润润的 然后有点那种香甜版的那种花生的感觉 花生啊真的很好 不是那种放了很久的 或者有哈喽味的那种花生酱 你只要加了这个 我们心里的福建的感觉 一下子就出来了 你看你刚才我们吃了蒜了 我们刚才吃了葱油了 但我们吃那个时候 直接那个花生酱就把之前那两个味道全都盖过去了 想要品尝各式口味的沙杏拌面 就来这家地道的高沙巷子拌面店吧 除了吃面的本味 还需要更多的滋味 其实这的人吃的一点都不大 来填充和满足吃货们的欲望 你应该去吃那个烧满 又开始打量新的猎物了 我喜欢那个 因为它是黏黏的 糯唧唧的那种 你的糯米就要再不吃就倒塌了 我吃完这儿马上就去 我今天非得吃 把这个沙杏小时吃全了不可 因为我们在沙杏待的时间太短了 我们得赶紧都吃完了 什么都想要 是不是咱们一般吃那个扁肉都会配个拌面啊 不会啊 不会啊 因为我看那个店里怎么都能吃 大家怎么好多都能吃 但是是不是一般吃小吃都会点拌面啊 你不爱吃拌面吧 那你们都怎么点沙杏小吃 那你们都怎么点沙杏小吃 是不爱吃拌面 没有什么可以点的 那种 因为品种特别多啊 就不是只有拌面小吃 我想吃烧麦啊 过去的那种 烧麦那也不错 那我们也可以尝尝 什么都想吃 你那个烧麦你问问是不是 阿狗的烧麦好脆 你喜欢吃哪家 偶遇的司机正中了吃货们的下怀 直奔什么都可以点的沙杏小吃宴 琳琳满目的午后 热火朝天的搜花着 各形各色的小吃美食 一次性满足年轻人肚子的所有需求 这是在这点吗 在这点 这家吃的好多 哇 可以选的东西好多 可以可以 人的火热也瞬间被点燃 你在那边封热你啊 不行 你一次性 你一次性可以吃很多 看来美食是会让人疯狂的 哇 我们要来一下这个 你每样都想要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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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也知道吃太多了 不不不我们这个是尝味道的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份点的都不太多 做人也不必这么谦虚 因为刚才太热了 我们进来不就要了那个清清凉凉的吗 什么叫小吃 小吃一定有很多种 我就喜欢这种 样样事事 各来一点的这种 再还让它搂着呢 不然它跟那站着 五分都都不走 来到沙县的吃货小小师妹 你知道这干什么吗 那沙县 似乎暴露了自己 你吃吧 这个烧麦是我喜欢的那种水晶烧麦 它皮很薄 里边夹的那个好像是粉条 我要尝尝这个 这个是沾这儿的 这个来一口 粉条加鸡肉的 看这个跟我们吃过的烧麦可真是不一样 那个也尝一下 这好像辣五的 那是鸭爪的味 而有的人却 说不出话 所有人都在一起 说不出话 真有辣 你连舌头张不开 那就喝一口 缓一缓 然后继续吃 继续喝 直到 彻底嗨了为止 三 二 一 吃完了 吃鸡爪 吃鸡爪 你怎么一次要吃多了 你要消化了 我学了 那你给我们展示一下 好 我展示一下 好 我展示一下 嗯 看来小吃也能上头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我想吃这个 我就想吃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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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一会儿我们去那家 什么 又要吃了 原来早在刚刚出店前 这儿挨着锡 还有很多水茶 我们今天晚上找一个有味的 就打好了如意算盘 哇 这样我们就可以脱小一点 再给它跳 哇 八家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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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 消暑的水果 踏上新增城 我们可以慢慢走 匀速全净就可以 路条可以可以大一点 从沙县抵达下一站游西 穿过了长达六公里的隧道 一副山水井质 映入眼帘 你们上期不是吐槽我的肚肚 他真的 他还有蛤蛤吗 他真的很吵 如此兴奋的肚子 是为了更加美味的食物而激动 甜鸡 我小儿最喜欢吃的 淋淋口水 撒开步子 点上一大锅 为这份有滋有味的大菜 开洞 哇 这个太棒了 牛蛙上了 甜鸡 对 你说牛蛙确实 因为它那个甜鸡的个头很大 很肥 不比牛蛙小多少 对 但是甜鸡 就是咱们长在咱们的田地里面 它是这边养的甜鸡 在山好水好的游西 养殖的甜鸡肥大而肉质紧实 烧煮之前都会过油炸一点 使得表皮更加的酥韧 而且就刚才我在这一屋 我等着你们的时候那个香味啊 那个蒜啊 在那爆炒的时候 那个烟火气啊 他们家两个特色 一个是干锅的牛蛙 还有一个是泡椒的牛蛙 别带汤的 你不带汤的 先尝这干锅的吧 这个肉真佐的 一大根甜鸡腿 一口不够吃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仔细杂木肉粒 焦麻味的 用油炸了好半天 剥了一层辣椒花椒油 我吃完它是那种藤椒油的味 真好吃 因为这种挖的也好 其实是很难入味的 因为它都是那种大块的 比较紫的 那个比较嘎的 包括那个皮 也是不好入味的 可能它裹了一点点那个面 就让那个味都能吸进去 特别入味 而且甜鸡的肉 我觉得很好一点 是没有牛蛙那么有点腮牙 它这个是嫩嫩嫩的那种 细腻的甜鸡肉 油香中带着饱满的嫩滑 洋葱打底 然后把这牛蛙堆在上去 用那个大火爆过的洋葱的那个烟 去熏这个甜鸡 而且我跟你说我最喜欢吃的 是它带皮的干干的这个部分 因为它焦焦又焦 还有一种糊糊的那种香 最好吃的 这是我这近几年吃的最好吃的 哇嘞 这一大盘干锅甜鸡 牢牢征服了吃货的心 然后这个是点单率最高的 我们刚才站了一会儿 基本上所有人都点单 这就带汤 这个你看 更能防它那个味不得怎么样了 夹上一口 先闻一闻 顾面而来的醋和泡椒的味 想为自己鼓掌 我们挑的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为自己的眼光深深沉静 老板太会做了吧 它这个是甜的泡椒汤汁 然后泡椒不是很辣 但主要就是它那个泡椒的酸 你看它也是颜色比较浅的 但它味道特别的冲 它有辣味 然后有酸味 然后它所有的味感 都是重重分明的 它没有说混到一起 为这一桌子完全不同口味的甜鸡 深深沉静 你把这个也蘸那个蒜汁去 好好吃 吃饭 我们来了不见了这两天 然后比我们选程中 有滋味太多了 也辣太多了是吧 但是您有发现 我们第一天在武夷山 那个真的是干辣 里边其实很少有甜味 但是越往 闽西再靠近闽南 越来越甜了 对 它这里边每一个里边 都融合了一点点糖醋的味道 就是有甜有酸 所以它的那个辣滋味可能更丰富了 吃货们仍然在这美味里 不能自拔着 因为刚刚这个太好吃了 我们又给我们上师傅 还有导演 又点了几张菜 我们晚上拿到酒店吃 因为老板撑腻太好了 我们这等会儿 太热闹了 晚上 沙县怎么说呢 稍微还有一点点那种 都市化和品牌化的东西 对对 但这儿就完全是太市井了 我跟你说 非常生活是吧 非常烟火气 窄窄的石像 走在夕阳下嘈杂的市井里 他们就好像在做着自己生活里边该做的那些事情 感觉他们这边都是那种民间手艺人 对 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城 爱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 好人 好人 京城女汉子齐女士 可受不了这一出 你看看 走着走着 又走到一家做光饼的小吃店 王小孩 王小孩招呼 招收鼓励 你看我有没有这感觉 还可以吧 我要来当学徒能行吗 吃货似乎不仅要会吃 还要学会一身手艺 我这个也太小了 静下心来 放下其他杂面 和面 搓一个个小小的饼 可以 可以 要不要再包 要再包包漂亮 我搞几个 老板娘还制作了便捷的工具 自己发明的 这是老手艺得出来的经验 二十多年 然后总结出的经验 看起来好像过于简单和无趣的东西 这个人做饼一个小时 我半个小时 这个是大哥原来爷爷做这个光饼用过的炉子 老爷爷下来的 老爷爷下来的 现在就六十多年了吧 这个 差不多六十年 六十年 六十年的老饼子 你说它多简单 如果让你做三十年你能坚持 如果是你 你会坚持吗 我妈让我学东西才艺 什么又跳舞啊干嘛干嘛干嘛 你们发现可能学的东西很杂 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学经 其实就是很难静下心来 去让自己有恒心坚持一件事 看来吃货不仅仅只会吃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一份看似简单的老手艺 需要一个人矗立在那里一直坚守 我们都走了 然后大哥又给我们送来了 他们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别的想法 就只不过是想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专一 就是这样 告别一群人 谢谢阿姨 拜拜阿姨 拜拜 收获几颗星 告别一座城 收获的是自己 这又是在干嘛 看来人要是吃嗨了就一定能玩嗨 这不要联系上神秘人了 我们可以在厨房拍做饭的过程 厨房里要干啥不用想也知道了 行 明天见见 即日起 关注路见不平来晚饭官方微信 回复攻略 就能获取最全的餐厅信息哟 持续更新周 时代在召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挑打底裤有几个要求 女生啊都懂的 第二是是不是高腰 会不会提臀 还有一个是能不能显瘦 而且耐不耐磨 会不会刮丝 有没有弹性 穿着上去舒适感有多强 是不是百搭 能满足我们这些事必要求的 我跟你说 它可以满足一个百分之九十了 我直接别的不说了 我穿上给你们看看吧 怎么样姐妹们 是不是显得腿无限的延长 上模特展示一下 过来过来飞天女生 我们买这裤子搞了一下外穿 为了给大家看看合理的这个结构啊 你看为什么会有提臀的效果 因为它这两边做了两个那种 加宽的 有点像竖带那样的东西 它可以把你整个臀部的肉 热起来啊 要她吃一下你 你不要过来啊 整个臀部的肉 作为往上的一个提拉 你看没 包括它是一个高腰的 所以显得你的视觉上 你的腹部非常的平缓 你看它完全加厚的地方 就是我们女生 比较在意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下面的三角区 一定要加厚 因为要不然看起来会有点尴尬 还有呢就是它大腿两边 比较耐磨的地方 它也做了加厚处理 后面的这个臀线做的太棒了 让那种没有屁股的姐妹 或者是下垂屁屁的姐妹 可以在视觉上拥有一个蜜条臀 完美完美 这是反穿让你们看看效果的 把所有的秘密藏在里面 就会显得格外有心机 但是不得不说 我穿上了这个裤子后 你看我的大腿 我可是很胖的啊 你们知道 然后我这个大腿显得非常的瘦 这样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我把这条裤子从这儿剪开 这大型射死现场 有没有 我剪了 你别说它真的很不好剪 它这个材质是挺扛模的 一般那种裤子勾一下边 那个裤子不是整个边都起来了吗 从猪蹄胖变成一个精致的秀长腿 只需要一步 来吧拿尺子来 53 哪有一个女人的大腿位是53的 太过分了 我再量量这点啊 49 这瘦了多少 53.49的有点迅速算 哈哈哈 4 4厘米 是不是啊 你不要小瞧这4厘米 这4厘米足以让你脱单的 我跟你们讲 就因为你看你看 猪腿和那种 矫健的运动型女孩子的腿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 你就完全没有想走进她的欲望 但你看看这条腿 就无限的想让你靠近她 这就是这个裤子的魅力 我这是跟你们开玩笑 但是她的这个显说功能你们看到了 赶紧折起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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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裤子它舒适的就是 它是这种包裹你的腿型 但是不会给你的腿施压 就它没有那种难受的感觉 所以你看我怎么运动 嘿 你看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舒适 蒸汽它真的是从裤子里会冒出来的 因为它真的是很透气 而且不会让你觉得闷哈 所以穿起来就不会不舒服了 你看看是不是很神奇 而且这种裤子它洗洗不会掉色 就不会说是洗出一盆黑水来 所以耐磨抗燥又不褪色 这个就很好 大家也想秋冬季的时候找到一款 适合自己的 看起来健康又苗条又百搭的 这样一款鲨鱼紧身酷吗 大家记得关注我们 路见不平来晚饭的微信公众号 点击左下角的吃喝杂货 现在99买一送一 你还不去买 我要下单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世间万物皆不可称完美 即使是XFUN车货俱乐部 一路发展到现在 也依然有所欠缺 缺什么 缺人 非常缺人 想不出一期节目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一群人为此 经过99道工序 添加81道风味 在那儿节目最终上桌 呗 上线 不应当不应当 我们都只是小可爱啊 整天哭着喊着 要加入我们的你们 不要说我们没给你机会哦 我们需要 后期包装 平面设计 节目编导 跌商客服 新媒体编辑 以及会计 可以没有经验 但是要有态度和技术 觉得自己有戏的戏精们 快把简历扔过来扔过来 但是 在这之前 我希望你想清楚 因为你一旦加入了 等待你的 将会是 见偶像 便名员 被投胃 被日常投胃 被高级投胃 所谓幸福让人发胖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可是很认真的在招聘 那些说 不只会吃什么都不会呀 不出来面包一无是处啊的人 出门隔壁 小鲜肉招幕处投递简历 不送啊 就可以去交温 没有问题 师傅